台阶电磁善基金会董事长张淑芬 到泰国自闭症基金会 关心弱势儿童 也与孩子作画同乐 她扶着孩子的双手移动纸张 增添自然线条及建层感 亲自教导孩子如何作画 张淑芬称赞他们用色大胆 并以自身画作为基础设计而成的 粉色旗袍外套为例 鼓励孩子们要对自己有信心 我身上这件衣服就是我的画 你们看一下 我觉得你们将来有机会 泰国自闭症基金会 协助自闭症孩童发展并辅导就业技能 目前院内约有100多名孩童 其中40多位具绘画才能 他们也将儿童创作 转为文创产品 张淑芬这趟参访 也代表台湾政府捐赠30万泰铢 希望帮助这些特别需要照顾的孩子